在那个 可爱坐 坐下 这位置我看怎么分啊 我们一般吃完饭都会给小狗带点 带点肉回来 可爱 吃一个 现在都吃牛的 好吧 一般都不在这睡 都是他一人在这睡 因为我那个空调坏掉了 这个电扇后面就是一个鱼缸 其实比较简易点 他还有一条鱼生病了 生病了他就隔离在这 这咋办呢 客厅一个大空调 一个大鱼缸 我室友搞一个这个来 你看搞得还齐全 管不了 以前吧年龄不到 体会不到什么更年齐啊 女人为啥这个年龄 年龄段呢 脾气特别暴躁 现在给体会了 逼出来了 家里老公逼出来了 我就今天太热了呢 我就把这个我的刺绣 弄到这个卧室里来弄了 嗯 其实我也在摸索在学哈 我感觉我这两天 这两天呢 这个刺绣这个手艺啊 精进了不少 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哈 首先我的图案 是从这本书上找来的 然后拿这块布呢做练习 这块布 比较硬 属于那种 帆布 帆布口袋我拆的嘛 拆了两片 在绣之前要把那个 把它洗一下 我没洗啊 我只要是早急做那个 做练习 洗一下让它缩水 要不然绣完了以后呢 它就一洗的时候 它就会缩水会抽吧 我这个稍微有点抽 你看 但是跟第一次比 近不多了 就这个颜色 这个配色哈 在手机里面 不过这个颜色是没配好 配的有点土气 其实 其实刺绣只掌握几个 基本的针法就可以了 嗯 我也是自学的 像这种轮廓 轮廓线 这种植物的哈 这种物体的这个 基本轮廓 都是我们用一种针法 叫什么 轮廓线 轮廓线绣线 绣外 绣外面的轮廓可以 它是扭着绣的 扭着绣的 我一般都是把这个 金 树枝 先绣出来 用轮廓线的针法 绣出来 然后再绣叶片 叶片 我喜欢从一分两半 从顶端开始绣 一针拉一针 从外往里绣 拉回来 从外往里拉回来 这边也是 从外往里 从外往里 可以看出来 嗯 像这种 也是简单的 是横过来绣的 嗯 反正就这几个基本针法 还有这个 你看 这个是用 针法都差不多 看你有没有耐心啊 都是一样的针法 绣五个半 这种粗一点的花呢 就是绣了两三针 小一点的呢 是一针 一针一个半 好 还这种是基本的针法 竭力秀 就是 就是我们 做缝纫的时候 手工缝纫的时候 用手来打个疙瘩 是吧 他是 打疙瘩我们一般是绕一下 两下是吧 他这个绕三下 自己体会吧 这些东西 这也没人教我 反正你觉得 怎么能把那个线呢 你需要的形状固定在上面就行了 这叶子基本的绣法都是一样的 而且 你看这片 这片叶子绣的 而且这个吧 嗯 这种大面积的叶子 其实你可以 从好几个层次来绣 如果你这个线 单独的一根线拉长了的话 它就容易变形 够线 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蛮简单 挺有意思 这个都是杰力绣堆在一起 绣果实 绣那种 小果实 小野果子 比较合适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没配好 这两个颜色没配好 不太好看 这书上就这么配的 然后呢 我这整了一个方形的 准备到处把边儿一收 是不是 这个挺厚的 嗯 还有一片 就把 在后面做秤里 把它缝在一起 缝在一起 运平了以后呢 再勾个边儿 再缝个边儿 再缝个边儿 可以做那个 茶垫 放点心的 放点心 放盘子在上面 也挺好看的 或者 如果你把这个基础的绣完以后 你就可以买那种 老粗布 棉布啊 买纯色的 反差比较大的 然后按一样的方法 去绣 绣那个 我觉得绣枕头套啊 都可以 如果你家有小女孩啥的 像我有个姑娘 完全就可以去绣嫁妆那样的 将来出嫁的时候才当嫁妆 这种书呢 真打基础的 你就是直接在网上搜就行了 也不用问 网上 那个 都是万能的 要是应有尽有 要啥有啥 你看它这有基础的针法 需要耐心而已 基本针法就这几个针法 很简单 只要缝 你会缝 衣服裤子会缝破洞 你就会缝这个 会缝扣子就会缝这个 像这个 我没有买那个 符印的那个纸 把花拖上来 网上有卖那种纸的 就是你直接在 搞可溶性的那个纸 蒙子上面以后 把那个图案给拖印下来 现在要这个黄线 绣这个花心 你看我选不到那个颜色的线 它是这个颜色 我就用这个颜色代替一下 它就是长短针针叉 尖挫着 往上缝 看咱这技术 还行 继续 又俩 让她在下 这准备 我 继续 为